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下什么了 我的意思是 你千万要提高警惕 万一我哥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呢 这下舒服了 果然没有什么不快乐 是花钱解决不了的 这是你们有钱人的专利 你今天一分钱都没花啊 我没有那么强的购物欲 来 我给你拍吧 不不不 这跟购物欲可无关 有人花钱呢 是因为快乐 比如我哥 他除了买游戏和乐高以外 把钱全放进了公司 有人呢 是为了快乐而花钱 比如咱们俩 你过来 我给你拍 去 你今天 你就应该把我哥的卡刷爆 跟他知道一下 惹老婆不痛快的下场 你这个理论不现实 报复性消费试一试爽 但是也花得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啊 到时候吃亏的不还是我吗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哎呀 不管怎么样 女人呢 一定要学会为自己花钱的 不然 遭到有一天这些钱是别人提的花 什么意思啊 你就不怕我哥吃腻了原味小饼干 想换别的口味吗 江亦诚不会的 他应该很注重内在 我哥那么挑剔的人 当然要内外两手抓了 你是不是也看见他和 我们吃这家行吗 飞翼 看下什么了 我的意思是 你千万要提高警惕 万一我哥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呢 我说的有道理吧 那 我们走吧 去哪儿 逛街逛的我脚有点痛了 我们回家吧 我脚也开不动了 你来开 今天时间不早了 要不然你先回去 改天再来玩 不着急 我哥平时都不让我来 正好今天趁他不在 我来参观参观 我来 开门吧 嫂子 你帮我拿瓶喝的吧 好 我来 给 你要是累了的话 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好好好 去哪儿 洗手间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走 好